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黄小平特 我是局长 去年一年K30系列一共发布了8款机型 多道让我有些应接不暇 如今K40如约而至 这次卢总又是一口气发了三款K40手机 我也是在第一时间拿到了K40和K40 Pro这两款机型 这次能否继续稳坐行业汉门人的位置呢 赶快带你换好看 首先来看外观 这次K40系列的设计ID各版本间基本没有差别 都做到了7.8mm的厚度和196g的重量 握持手感十分不错 后盖采用曲面流线设计 AG玻璃工艺加上多层覆膜后的手感十分丝滑 就像女朋友的头巾 我们拿到的颜色是K40晴雪和K40 Pro的墨雨 这个墨雨的花纹有些特殊 据说设计灵感来自于大马士革钢刀 搞得像块限定皮肤似的 总让我想起那些买不到的东西 翻过来看屏幕 这次K40全系采用6.67寸的三星E4 MLED直屏 2400×1080的分辨率394pbi E4发光材料上一次提及 是被用在老大哥小米11的屏幕上 如今红米继续跟上 那E4发光材料和之前的E3发光材料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来说就是OLED是屏幕中的发光材料 自发光显示色彩 发光材料基本上是显示核心 目前三星的屏幕有M系列和E系列 其中M系列只给自己用 E系列出售给其他厂商 目前最先进的是M11和E4 M11被用在了三星最新的旗舰手机上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E4相较于上一代 可以在阳光下提供更高的亮度 以及正常显示下更低的功耗 那么我们就毫不流行的 和小米11的2K屏进行比较 本来我们凑了2000块买了一块校色仪 想测出屏幕的具体参数 可到了货才发现 买软件还得2万块 巴拉巴拉各平台的收益也没凑够 等软件买到了 一定会在各平台的动态里 给大家更新最新的评测数据 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 同一张照片的显示效果 可以看到小米11 由于更高的亮度和分辨率 图片的显示更亮 饱和度和对比度也更高 而K40整体对比度偏低 照片颜色没有那么鲜艳 嗯 小米11的屏幕真不错 K40系列屏幕 还拥有120Hz的刷新率 和360Hz的触控采样率 360Hz的触控采样率 属于行业的首发 属性也高于很多游戏手机 在我实际的FPS游戏体验中 跟手性表现确实不错 但说实话 跟其他手机的差别很难感知 在屏幕上还有一个一眼就能看出 与众不同的中置打孔 其实从趋势来看 今年中置打孔将会成为主流 这一步Redmi走在了友商的前面 前置孔径2.76mm真的非常小 我从家里找到了大米给大家作为参考 转到侧面 K40全系搭配了侧边指纹解锁 指纹解锁的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还配备了非常丰富的功能 下午跟团队讨论了什么是真旗舰 讨论非常犀利 今天的真旗舰是不是应该标配 AMOLED屏幕和Full HD屏下指纹 可惜K40全系都没有屏下指纹 不过这也说明了侧面指纹技术的确成熟了 更窄更快更准确 总的来说 K40系列这块屏幕的素质还是很好的 全系的E4MLED加高刷加超小打孔 让K40在所处的价位段十分能打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视同仁 屏幕没有在低配板上进行阉割 这一点上值得把公屏搭在良心上 再来看一下两款手机的性能表现 K40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70处理器 标配2750MHz的LPDDR5内存 K40 Pro搭载的是高通骁龙888处理器 标配的是满血版的LPDDR5 这颗7纳米的骁龙870 是由去年的骁龙865PLUS升级而来 整体规格和865PLUS保持一致 主要变化在于将一个超大核的频率 由3.09GHz提升到了3.2GHz 其他完全相同 为了找到不同我找来了手头的三星Ford2 它内置的就是高通骁龙865PLUS 来跑分比较一下 安特兔跑分K40相较于三星Ford2高出10% 给个笨子5下单核性能K40高出8% 多核性能K40高出12% 因此二者数据表现差距非常小 所以对于骁龙870 我把这种称之为新屏装旧旧 也叫高通骁龙865PLUS 不过不管它叫什么 对于K40能搭载8系平台这样的处理器 对于我们来说 便宜好用就是王道 而K40 Pro的骁龙888 和K40的870相比 大约有10%的提升 这么一看 K40有点狠 狠起来连自己都大 再来看一下游戏方面的表现 先来看帧率 三款手机将原神调至同一画质 测试15分钟数据看表 搭载865PLUS的K40 平均帧率58.4 帧率波动12.6 搭载888的K40 Pro 平均帧率59 帧率波动19 K40 Pro在帧率方面的表现 还是稍胜一筹 但发热方面的表现 让我出乎意料 游戏半小时后 K40正面最高温度50.5度 背面最高温度51.3度 K40 Pro正面最高温度52.7度 背面最高温度54度 两款手机发热位置都在左手波式位 长时间操作真的还挺烫的 在我所能了解到的所有资料里 两款手机的散热设计应该是一样的 至于K40 Pro高了一辆多多 这个锅还是得骁龙叭叭叭来背啊 在充电方面 K40全系标配4520毫安时电池 支持30T有限快充 实测半小时 从凌晨到74% 55分钟充满 表现不错 总的来说 两款手机的处理器表现都十分令我满意 标准版的K40 凭借这颗865++的表现 绝对能够挤身旗舰手机行列 再加上旗舰的性能 大电池和50分钟快充 性能上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谁更值对吧 除了屏幕和性能之外 在体验方面 Redmi一直丝毫未减 双扬升器 X轴线性马达 前后双光感 童外 NFC 该有的还是继续都有 K40全系标配了杜比立体声双扬升器 按照我们家的惯例 和小米11的哈曼卡顿双扬升器做个比较 K40扣1 小米11扣2 把你们支持的序号打出来 这些大家觉得必备的功能 K40全系还加入了一颗色温传感器 支持根据环境光自动调节色温 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这就是苹果的触筒 也是Redmi的触筒 最后来看影像方面的表现 其实这个定位的手机 影像方面只是满足日常的拍照需求 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惊喜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两颗不同的主摄 在日常生活程度影像的表现 K40搭配的是一颗480万像素的 MX582摄像头 K40 Pro搭载着一颗6400万像素的 MX686摄像头 我们找来了自己的老大哥小米11 具体表现如何 交给大家来打分 其他的两颗摄像头 全系都是同等配置 一颗800万像素的超广角 一颗500万像素的长焦微距 反正这样的影像配置完全可以满足我 日常扫着健康宝的需求 还有一款K40 Pro Plus 背变了一颗1亿像素的HM2摄像头 大家可以关注皇家评测 后续我们拿到这款机器 也会更新它的拍摄像张 总的来说 这两款机型我还是十分推荐K40 和K40 Pro有一样的屏幕 电池和功能体验 性能上的差别其实很小 如果你平常不是那么注重拍照 那么K40绝对非常适合 如果钱不是问题 K40 Pro各项表现都十分能打 绝对是一款合格的旗舰机 对于很多迷反来说 Redmi是一个很会让人尖叫的品牌 从发布K系列旗舰机以来 K系列的成长速度快得让我眼花缭乱 自己数了数去年一年 K30系列一共发布了8款机型 什么K30 4G版 5G版 极速版 还有K30i Pro都有两个版本 志顿纪念版还有两个版本 这些版本有的在硬件上的差别其实很小 我知道这可能是卢总制造的 机海战术 但是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路人来说 在购买机器时真的很难选择 所以从一个消费者角度来说 希望今年的Redmi系列 可以把产品梳理得规整一些 还记得两年前K20系列 不就是凭借的两款机器 一路KO到很多同价位的友商 甚至连同窗共振的小米都不放 两年来Redmi一直在坚持高性价比 米粉们真正喜欢的东西 也不惜代价的保留了下来 比如红外 X路马达 长焦微距等等 我真的希望Redmi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捍好手机行业的美一扇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欢迎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局长 我们下期再见